哈兰德是巴萨今年夏天重建计划的首要目标 但是哈兰德也是黄马最想要的球员 弗罗伦蒂莫希望这个夏天能同时吃下姆巴佩和哈兰德 据西班牙体育四台报道 哈兰德选择了巴萨 挪威前锋不愿意到黄马和姆巴佩竞争 巴萨的比赛是中立国球迷希望看到的局面 这样黄马就有了姆巴佩 而巴萨拥有哈兰德 西甲将会再一次证明自己的实力 日前拉布尔塔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 完成哈兰德的转会一切皆有可能 据马卡报报道 拉布尔塔公开发表讲话时还是比较保守的 事实上巴萨主席斯夏里已经做出了这样一个承诺 我会再惊吓签下哈兰德 据报道 巴萨可能会和哈兰德签订三二合约 而哈兰德的年薪将达到三千万欧元 为给薪水创造足够的空间 巴萨将在东窗和夏季转会市场上大放异彩 德米尔米尔 库蒂尼奥 乌姆弟弟等人将被淘汰 同时 德斯特 德佩 布莱斯维特 格列兹曼 特林康 皮亚尼奇都在清洗名单上 巴萨罗纳需要筹措足够的资金 并释放足够的工资空间来完成哈兰德的转会 在资金方面 说服哈兰德在一项优秀的运动项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巴萨这个冠军联赛小组赛已经被淘汰 哈维的球队需要保证下赛季能够打进冠军杯 巴萨现在只落后第四名马金一分 希望还是很大的 巴西队承诺以哈兰德为中心 以5500万签下费兰托雷斯为例 这表明了红蓝军团重建的决心 而且下一步还要引进更多优秀球员 拉布尔塔和拉伊奥拉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今年夏天 拉胖将向巴萨推荐马兹拉维 阿贾克斯边后卫和德里赫特 而如果巴萨签下了哈兰德 他们就能拿到更好的打包架 到那时 要看拉布尔塔是否具备大移动的能力 来完成这一系列魔法动作 阿贾克斯边后卫和德里赫特